近日,记者在三亚走访时了解到,随着一年一度的中国高考落下帷幕,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三亚旅游业界为备考毕业季暑期游纷纷推出新的旅游产品及优惠,同时三亚实行系列措施,努力营造优质旅游度假消费环境。 据了解,有些景区将在门票、酒店和餐饮等方面,针对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推出大幅度的优惠活动,并依托飞一季,通过暑期研学活动向学生展示丰富的传统文化。 三亚多家酒店正谋划面向不同阶段的毕业生,推出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有适合大朋友的嗨玩项目和适合家庭的亲自游产品。 可能高考结束的有一部分的大朋友们,然后他可以跟着同学们一起来进行毕业旅行,那这一部分人群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纯嗨玩的,然后这种打包的这种产品。 那如果要是说跟着家长一起出来的这种小一点的年轻的朋友的毕业旅行的毕业级产品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着亲自出行方面的这些毕业产品,比如说传统的手工的叶子叶的编织啊,然后海边挖沙呀,然后就是抓螃蟹寻宝,然后我们可以在那个大草坪上看露天电影,然后我们有天工课堂的去探索。 作为海南知名景区之一,天涯海角游览区将迎来实行免门票入园政策后的首个暑期。 业内人士认为,路回头风景区、大小洞天旅游区、天涯海角游览区等国有景区免门票开源,一方面会增加三亚的旅游热度,另一方面也倒逼免门票景区打磨升级旅游产品。 三亚市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聪辉表示,景区要做好免门票运行的后半篇文章。 高标准提示升级国有旅游景区,做好国有景区免门票运行的后半篇文章。 开启景区创新发展的二次创业,依托标志性景区、商业街区、打造城市汇客厅,统筹景区规划、业态布局和其余合作。 为保障游客权益,三亚推出了先行赔付制度,并将先行赔付资金池扩容至1000万元人民币。 游客若在三亚诚信商户,遇到旅游消费纠纷,可通过该制度先行获得赔付资金。 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既保障了我们游客消费者的权益,也保障了我们商家的一个基本的权益。 也是为我们游客度假、旅游、出行、游玩,提供了更好的这样一个服务保障。 三亚近日还制定公布了,三亚打造国际旅游胜地,促进文旅消费行动若干措施。 从激发消费活力、优化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50条具体举说。 促进游客友好型城市建设,推动三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